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吴俊鱼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蜡烛香港 聚焦中国 放眼世界全部视 美国现时的债务是31.3万亿美元 而它的债务上限是31.4万亿美元 只剩下100亿美元的空间 如果美国国会不批准将这个上限提高 美国财政部将不可能发行新的债券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当地时间24日 再一次去信国会两党领袖说 财政部将会采取非常规的措施 以避免联邦政府发生债务违约 今集我们讲美国债务无上限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杰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杰 郑国军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军博士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云基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大家 现在是WATKTV的周边产品已经可以买到 除了可以买到我们的杯子之外 还可以买到 关于杰哥粉豆豉的咸鱼也发梦 最后当然要记得订阅WATK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杰哥,你认为美国今次的债务危机 有没有可能解决到? 美国的债务的确是无上限的 我也相信它今次是可以解决到的 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大家看看由1960年开始 其实同类的事情已经去过78次 在最近一次就是2021年 在最后一刻在12月的时候就解决了 其实在议会里面 共和党、民主党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最终它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在整个所谓的债务危机里面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到底是一个点量的国家 大家经常说美国很富强 可能强度就比较合适 那是不是富呢? 大家想想美国的人口 占全球大概是5% 它的GDP全球是五分一 但是它的债务占了全球的40% 如果分摊了每一个人来计算的话 大概每一个人背了9万多到10万美元左右的一个债务 其实美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债务很重的一个国家 那它现在这些叫做美国财政部也好白宫也好 是不是会有这种债务违约呢? 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对于美元来说 它是一个靠债务 叫做维持新计的国家 它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金融机构对它整个发行出来的债券 调低它的评级的时候 其他国家都不信任美国所发行出来的债券 是做一种叫做抛售的时候 那它就真的大难临头了 当然它会用强盗的方式去解决那些问题 但是在现在它可控的范围之内 它都可以用一些叫做文明一点 相对文明一点的做法 令到大家继续相信它发行出来的债券 令到它的债务继续调高 令到债务由31.4到32.4到33.4到35 没有问题的 只是数字来的 但是始终来说 美国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很难去解决的 如果大家看看能够解决的就是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是需要什么呢? 就是外国的金融机构或者外国的政府 愿意去买你的这些债券 它的制度就是当它发行了这些债券出来之后 首先就是外面的人去采购 当有剩下了 即是买不了那么多 那就是由美联储去买回剩下的那些 那它买回剩下的时候 就是又要印货币出来 又要印货币出来去买它 那现在美国的经济 大家知道一个 它在银根上面 其实它想收紧一些的 但是你又叫它又要再印货币出来 去再买回这些债券 其实这个循环是 越来越叫做恶性循环来的 那它现在短期内 它真的没有办法 叫做不发行债券 但是发行债券来说 它又会墮入去一个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 所以 所以美国每一次 我相信它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每一次的代价会越来越高 每一次叫民主党 还是叫民主党執政 即是共和党在议会里面 会要求它作出的妥协让步 会越来越多 那就是变成这个问题 始终是没有办法解决 到后来就是将美国 到后来也是拖死了它的 博家绍 这次美国的债务上限 相信都应该可以调高到的 但是它根本的经济问题 能否得到解决 或者解决不了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其实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 基本上就是一个信用系统 之前我们在这里提过 所谓的钱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Promise to Pay 是一个承诺 所以债务也一样 你看到现在的美国债务 是一路一路一路的累积上去 大家都清楚 结果已经说了 就是你想想它们全年的GDP 它的债务 是一年的全年的收入 大约是1.4倍 甚至更多 你想想一样 就是每个人 就是背着1.4个平均收入 那个债务 所以就达到这样的数目 你想想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又不能怪这帮人的 为什么呢 其实他们都是承受了 是前人下来的一些的业债 你想想在当年克林顿的时候 他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最赚钱的了 相对是平衡到的 但是之后呢 所有的这个总统 他们基本上的经济都不是很好 加上你看到年年战争 花多少钱呢 你想想 可以养到全世界有百多个 这个军事基地 那么多兵的 那些钱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想想这样的情况之下 变了来说的话 虽然他是这些很多的军费 都是要其他国家和他背的 但是始终你都是需要背很大部分的 那么你看到在个恶性循环 根本你说是无法只可以解决的 那么这个你看到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 现在这个的美国有上限 什么叫上限 上限只不过是人为定的 因为你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根本就是资不抵债 根本就是使得很多钱 使得不抵债 我们有一句话 我说 基本上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是饮溝止渴的时期 那么这个情况 我会觉得 就是所有的国家 其实的支柱就是经济 如果本身的经济是弱的话 你可以看到了 人民也不会好过的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 就是国家必然走向衰落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一个国家基本上开始 完全慢慢崩溃的 一定是由经济开始的 那么你这样下去的时候 你想想 并不是一两个人 或者一两届的总统 能够可以救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恶性循环 要那些实际的按钮 就算我现在有一个上限 怎么办 我是这样没有法兴支付 难道我全部政府都停替了吗 所以一定是会谈得定的 那么所谓上限 以前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这样 将来就是这样 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全国都崩溃了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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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的 所以多数的国家的崩溃的先兆一定是在经济上的 你看看以前我們中國亂的時候 是不是那些通貨膨脹 拿了這麼大的錢 可能只能買一包米 再看回又再近一點點 你看看幾十年前 在日本的房地產是不是很貴 那時候正在非常蓬佩的時候 你想想買一間屋 它要三代都還不起 你想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接下來 日本的經濟就下來了 你就看到這些很多的徵兆 就是衰落的一種的先兆 從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你看到美國整個社會的結構 其實開始根本來講 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能夠救回 你想想那個貧富懸殊的情況是多厲害 一個百分之的人 是能夠佔有超過九十個百分之的 國家的資產 你想想這樣的情況下 但是你看到我們中國歷史 很多的皇朝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所有人都集中 於是怎樣 就全部都來過了 你想想當年我們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第一個要打地主 將那些富人全部都打得下來 不是對他們有仇 而是甚麼呢 這個資產太集中在小部分的人 社會就必然會出事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美國也慢慢就會走向同一個方向 如果這樣走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你看到再看一看 那個債務越來越上升的時候 國家負擔都很重要的 你印這些人資出去 你是不是要付利息 所以為何一直來講 不敢將利息提高呢 但是不提高又不行了 所以變成通脹之類的壓力來了 一上升的時候負擔就更加上升了 所以你又不用擔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現在的加息的幅度 不敢再上升太多 一趴就下去 整個經濟都會破壞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 唯一的方法是甚麼 就是不斷引銀子 直到沒有法治了 如果從當政者來講 OK 我這裡做幾年而已 總之我這裡不倒就行了 我做完之後到你了 你倒的時候麻煩你了 這是甚麼呢 就是現代的音樂儀的遊戲了 所以變成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當政者 其實都是在玩這種音樂儀的遊戲 所以美債今天是不可能有上限的 只不過說說你想加 又去搞你一輪也不行了 這永遠是一個權力的平衡 讓你不要那麼容易 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 是沒有選擇的 這是唯一的方法 是繼續讓美國 繼續繼續這樣能夠運作 那即是怎樣呢 直到沒有一點了 或者是突然間出了一些黑天鵝事件又好 一些突然間的突發的事件 令到整個國家砰 真的散了 那你就看看 好像1929年的大蕭條 就是這樣了 美國現在你無論看到 雖然它現在是爛船 是三分釘 你說這幾分釘還是很強的 但是你看到這隻船 就像這個太天鵝那樣 慢慢已經撞到冰山了 我想這就是大家拭目以待了 當它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我們中國崛起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中國比較上 基本上我們是踏實的 它不踏實的 因為它變成在這個形勢之下 它是無法子 不是這樣運作 而我們中國不是 所以基本上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由頭到尾 我們是比較上 腳踏實地 穩步的經濟上去 就不要做一些浮誇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中美博弈 那個東升西降會這麼明顯 和我們中國一定會勝出 基本的原因就是這裏 Dr.Herman 美國的債務上限問題 或者它的債務問題 是不是我們想像中這麼嚴重 或者我從退後兩步去看一看這件事 現在我們覺得它的債務很高 他們又覺得自己的債務很高 我不覺得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說呢 特朗普那四年 其實就是歷史上加債務加得最重要的那四年 其實美國過去二百三十年都是有債的 從來沒有試過是正數的 一直以來都是債務、債務、債務 只不過是哪一個總統 哪一段任期的債務最厲害 你又不是比前人厲害的話 你覺得沒問題 舉個例子 特朗普那四年任期 他將債務加了20% 即是多了四分之一 多了四分之一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們看下去 但是他不覺得 為什麼呢 你看看歷史上 美國將債務牽得最多的 頭四位總統 你不要用錢的價值 你用比例的百分比 第一位其實就是羅斯福總統 就是1933年到四年 那時候他的債務是升了多少呢 總共是1048% 是十倍 十倍的債務 如果你說現在是30萬億的話 他會變成300萬億 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 羅斯福總統在他們眼中 都是一個叫做偉大的總統 那麼他也十倍 我四分之一而已 算得是些什麼 第二個 Woodrow Wilson 就是威爾遜 威爾遜說了1913年 正正就是剛才彭教授說的 那個大蕭條之前的總統 那麼他有多少呢 723% 7倍多 那個10倍 我也7倍 你想像一下他們那些 頭幾位的其實是很重要的 接著是朗盧烈根 這個比較近代一點 1981年去到1989年 他那8年 他有多少呢 接近兩倍 186% 然後第四個 怎麼說是小布殊 小布殊是多少 一倍而已 所以特朗普覺得我四分之一 嚇刺了 他完全不覺得是一件什麼大數 你也要明白 我們始終中國人 去看他們的錢銀 是不跟美國人看的錢銀 我們是兩日為出 所以我們覺得 這條數很嚴重 他只不過是 設一個限期 好讓兩黨每一次都有一個聊天的時間 老老實實 如果這個真是一個錢銀的限期 他可能真的寧願設一萬年 是不是 就是肯定不會是設那些下期就要再來過 他那個下期不跟錢有關 只不過是兩黨去談權力 誰比較兇 就像這次 如果大家看到他在眾議院 他爭過眾議院議長 其實說到最後就是 共和黨覺得不行 再這樣加下去不行 不行 不是因為他真的覺得不行 我剛才都說了 十倍都有人做 四分一 核刺 是什麼呢 是因為下期接手的那個是他的 那你想想下期 其實現在都幾百 看到2024 應該民主黨知道自己沒有人去的了 那 既然沒有人來的話 後果就是共和黨上場 我下期就上場了 你現在就不要搞了 情況有點像香港回歸的時候 記得當年 大家都在說 你不要把錢都拿去做玫瑰員 你不要搞這些基建 拿走所有錢都挖乾了 你留一點給特區政府 情況一樣 他們不是回歸 他們是政黨交替 那你交替你也要交數的 那你想想 當你是接了一個冷灘子的時候 你下一期又怎麼做呢 我相信 我們看他們 跟他們自己看自己 是一個極大的分別 為什麼呢 我舉一個例子 你看一下拜登 在過去的這幾個月裡面 拜登其實這幾個月 是用了很多錢的 但是拜登是對著記者的時候 你看看我們 我們今期 跟對比上一期 我們也是用多了一點點 又或者我們甚至乎是少了的 他說什麼少了 他說 跟我預期的budget少了4千萬 不是吧 你的budget是比上年大很多的 不過他的說法就是 比我的budget少了4千萬 那大家聽起來 如果你不知道 原來他的budget是比上年大兩倍的話 你以為他真的比上年那4千萬 但是他的budget是說你多少億 其實是很荒謬的事 但是美國的民眾 是接受這件事的 中國人不接受 因為中國人真的很實在跟你計錢 你不要玩我了 拿盤數出來看看 真的是這樣的 外國人不是 你說我相信 而事實上 他們又不需要什麼的 所以效果就是令到 他的錢的幅度變化的大小 是遠遠在我們想像之外 所以我們覺得他好像很緊張 又債務違約了 你想清楚一點 他債務違約 聯邦政府如果真的停擺的話 你們這幫人出不了糧 關他什麼事 他沒事的 是不是 他不是為人民做事的 再加上剛才朋友也有說 四年一任 四年之後就不關我的事了 我把懶貪子扔給你了 我總而言之這兩年 我知道我還有兩年的時間 我盡量把他的錢都給他 我加多少你都咬我 我不進去 只要我記住 預理一份就行了 是不是 就是桌底的問題就是 我預理一份 你願不願意幫我做 所以在美國的媒體裡面 有時候你都見到 有一些說法是挺荒謬的 他們說 我們去打仗了 就是我們資助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接著後面補句 我們向中國借錢 去跟俄羅斯打仗 他們覺得他們向中國借錢 就是他根本不會覺得 是一個社會責任 他不會覺得 戰爭是一個國家上面 這麼大的會死傷的責任 他們是覺得一個很荒謬的位置 就是借錢打仗 為什麼有什麼問題 我借習慣的 全部都是借回來的 所以借多少 根本就不是問題 我覺得在他們 特別是政客的眼中 這個所謂的 債務的私領 其實根本就沒有私領 結果如果這次 美國可以順利提升到他的上限 那就是他可以發行新的債券 那這些新債有誰會買呢 其實剛才Dr. Raymond說的情況 的確是如是 因為對於一個債仔來說 只要你繼續借給我 我繼續有錢花 其實那些東西不關心的了 就是我的生活可以維持住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說 當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你的時候 那就是你玩完的時候 現在美國 我剛才說 你會越來越難去處理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現在大家對美債 跟以前那種信任度 已經是叫做一天一地了 不是像以前那樣 因為剛才說 錢就是Promise to Pay 債券都是類似的東西 我相信你這個債券 除了是給我賺取債息之外 也都長期是對我來說是保值的 是一個叫做我國家的一個財政儲備的東西 我大家相信你 所以為什麼中國以前那麼辛苦 不知多少億件 衣衣換一架飛機 或者換了一些美元回來 或者不用 即是不買東西 我都拿了一些美債回來先 我保持住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大家看看 最大的持有美債的國家是日本 但是在這個叫做 美元利息不斷拉高的時候 即是美元價值越來越高的時候 日本是受到的壓力很大 在貶值著 日本當時為了保持著自己的日元價值的時候 是拋的 是拋美債 拋得很急 在一年的時間 我都有一個數字 就是在對上的一年 日本拋出去的美債 是2464億元 令到2021年那一年的時間 美債由原先的1.326萬億 到1.0822萬億美元 只是一年時間而已 就已經是因為日本國內的需要 它可以大幅減持美債 第二持有美債多的國家是誰呢 就是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是用長時間 不是一次過一年拋那麼多 但是有幾個數字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們持有美債最高峰的年份是2013年 當時我們計算出來 我們持有美債是1.3167萬億美元的美債 我們用了九年的時間 拋售了4467億美元的美債出去 用了九年的時間 現在我們的美債已經是不超過一萬億了 但是也說的是全世界第二高的一個國家 好了 當第一高第二高都拋美債 那麼還有什麼國家可以吸到那麼多呢 現在歐洲的盟友那麼多 但是整個俄烏都請到自己已經是叫苦連軒 那是不是還會買到美債呢 又買不到的了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當大家都拋美債 或者不再買了 那就是美聯儲要入貨的了 那又不斷又回到剛才我講的故事那裡 現在大家都對美債的信心 其實是弱了的 那麼美國的經濟何去何從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他唯一可以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的 就是他是不是願意放下身段 去找中國幫忙 歐洲大家不要想到歐洲 歐洲你自己已經是磊磊亂的了 沒有可能再去增持美債 那麼亞洲日本和中國都已經不再買 甚至減遲了 那怎麼樣呢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找中國談 所以大家看到 接下來美國高階的官員 美其名就是說 因為在峇里島的會面之後 兩國元首見面之後 有一連串的叫做友好的一個戶房 去中國見我們國家最好的領導人 或者見相關部門的部長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解決美國自己 這個本身國內的問題 那麼到底可不可以解決到 也都看美國到底是有釋出多少善意 柏家壽 你會怎樣看 接下來美元和美債的走勢會是怎樣 關於美國債務這個問題 其實美國對這個問題 真的覺得非常之逼切 那麼你看到就是 耶倫急急就飛去這個瑞士 去找找這個劉鶴 加封信 聊聊聊 我相信他也想 不如我買多點美債吧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現在美國的情況 你看到一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就是 因為內部整個的經濟結構 是沒有辦法能夠可以 應付這個債務的危機 那麼你看到一樣 基本上整個那個 政府和整個運作的架構 其實我相信 他們根本已經習慣了這些情況 即是說 他們這個現在只是做戲而已 喂喂 你不要加那麼多 但是其實 很快就應該大家已經談得到 那麼如果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一樣的 雖然在美國內部 他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我相信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這些習慣了 將來再面對這些問題 都是這樣解決的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看到 剛才我們說了 無論債務和發行銀子 全部都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但是其實現在你看到 外間的形勢 對美國越來越不利 在俄羅斯戰爭之後 越來越多國家就開始考慮了 我自己用自己的貨幣 或者用人民幣 你看到沙特阿伯 這些也可以 和俄羅斯 全部都可以用自己本國的貨幣來做交易 你想想 連這個南美 他們都想成立他們自己的聯盟 其實他們都希望做回他們整個好像歐元那樣的一個系統 你想想 現在大家都已經明白到 以後是不能再靠美元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再看今年的預測 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 美元是不是一直上升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利息突然加了很多 但問題是 剛才我們都說過 這個利息是不可能無限量加上來的 因為利息越高的話 美國本身的負擔就越重 所以只能到某個地方就要停 停了之後 情況是怎樣呢 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美元就可能會下跌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都可以預見到 美元是會下跌的 那怎麼辦呢 當然是拋售美債啦 除此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我要找到代替這個美金 作為交易的貨幣 就是當務之急 所以你看到整個形勢是變得很重要的 但相對地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 我們中國的理財的理念 基本上就是量入為出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個國家 你看得到呢 如果我們中國 基本上現在成為了 全世界的第二大的經濟體系的時候 那你還有什麼能夠對他的信心 會更加大的呢 所以人民幣的上升趨勢 是不可阻擋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人民幣的數字化 其實主要就是要用來解決 這個國與國之間的交易 不是給個人的 不要以為我利用消費 暫時還不是 全部都是國與國之間的 大量的交易 完成的 因為為什麼以前我們全部 基本上都是用美元來做單位 所以為什麼Swift的制度 那麼惡呢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如果大家慢慢開始 離開了Swift 又有新的代替品的時候 這個就是美元 慢慢崩潰的開始 所以這個趨勢絕對是 無法再扭轉 因為你看到美國也沒有發展 能夠救到他自己的趨勢 因為這是什麼呢 它本身內部的結構性的問題 是不能夠解決的 那麼你看到那個形勢 其實對美國 真是不利的 現在只不過大家都說 不夠錢就再引一引一引 直到到霸佈為止 那到時我對不住 大家都無能為力 於是怎樣就抱著死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美國的角力和趨勢 其實是不擔憂的 但是剛才我說過了 爛船有三分釘 現在可能還是不止三分釘 可能還有六分釘也不頂 但是那個趨勢 已經是看得越來越明顯了 你看因為這些趨勢 變成一個很長遠 慢慢的一個過程 絕對不是 那變化不是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美元絕對是現在全世界 那個經濟系統裡面的支柱 所以美元暫時來說 相信在短期內絕對不會崩潰 不過長時間來說 就很難說了 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個國家 開始在拋美債的同時 其實在不斷收購黃金 因為這個才是真正 相對的比較保值的 Dohman 剛才結果就住國家層面上 一些減持美債的情況 你可否跟觀眾說一說 增持美債的情況 我剛才提過那四個 最浪費錢 用得最多錢的美國總統 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話 我剛才說的Woodrow Wilson 就是剛剛第一戰之後 其實Woodrow Wilson 是其中一個做了兩次總統 就是他做完一次之後 離任再做再翻炒 接著就是輪到羅斯福 羅斯福就剛剛是二戰那段時間 接著就是納羅列根 大家知道了 就是聲戰計劃 入侵巴拿馬那段時間 去到小布殊 就是說的是 入侵伊拉克 其實如果你看看的話 他們每次做完 很多人都在說 那些人拋售美債 但是當那些人在說 拋售美債的時候 你想想 你是一個恐無有力的大隻佬 你是說的 就是美國我講的 你很好打的以前 你當人拋售你的美債 你會怎樣 其實 如果大的拋 你就叫那些小的去買 所以你看看 在去年 雖然 日本拋美債 拋得很急 我們國家 過去一段時間 都拋美債 慢慢這樣拋 因為我們你知道 我們兩天為出 我們不想一次過扔掉 然後影響自己成餘的債 所以就無謂這樣做 但是你看看美國 他做什麼 為什麼他要搞一場戰爭 加拿大 過去增持 只是上年增持七成美債 伊拉克 伊拉克都不是沒有錢的 增持六成美債 英國和開曼群島 增持三成美債 然後澳洲 德國 增持兩成 比利時 瑞士 意大利 增持一成至一成半 其實他是把所有的風險散開了 然後他告訴你 你不想我在你家旁邊開戰的 你和我增持美債 所以當我們看到 每個人都在說 美債被人拋的時候 他其實是在用他這些手法 到處去拆著的地方 你不想在你家旁邊著火 你就和我買美債 所以很多小的國家 其實他真的沒有去扶的 你就買 你想一下 連伊拉克這些都會去買 你想一下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是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當我們說美債 好像搞不定了 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很多 是因為 在他淫威之下 怕了他 而仍然要買他的美債 仍然要增持美債的國家 真的很多 所以 美國繼續用這種手法 到處去拆著火頭 你不想我在你家開火 開戰的 麻煩你再增持美債 你看到所有美債 我剛才在說 例如 Woodrow Wilson 威爾遜說 增加了七倍的赤字 羅斯福增加了十倍赤字 為什麼他做得出 就是當時正正就是 他如日方中 說我很好打 我最好打就是這個時候 特朗普 他那四年 他是令到美國的赤字 多了四分一 就是多了25% 其實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你正正就看到 他增加了赤字 就反映了 他的武力的威懾力 正在下降 由十倍 七倍 倍半兩倍 去到一倍 現在剩下四分一 去到有一個位置就是 當你再開戰 你的赤字都沒有辦法再上 大家都不再跟你買 因為我剛才說 在美國內部都說 我們跟中國借錢來打仗 都沒有人再借給你去打的時候 那個就是美國 真是沉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是看著 一路這樣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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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現在仍然用的手法 就是叫那些小國家散開他 就是散開風險了 由以前 他有幾個大的在後面撐住他 現在不是了 是一堆小的在後面撐住他 每個人買一點點 每個國家都爭持不少的 加拿大那些七成 伊拉克都要六成 你想像一下他用什麼手法 他是散開這種做法 所以 而我剛才說的這些國家 如果你有遺疑 全部都是西方陣營 誰有空跟你在中國 我們這邊的朋友跟你買債 其實越來越少 所以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他一直在萎縮 但是他萎縮的幅度 正如教授所說 就是真的慢慢來的 一層一層退色 剛才Dr.Raymond的分析 令我想起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 新官之前幾年 有一個 大陸的朋友 我想他都做了幾大生意 他就來到 帶了一些朋友 我認識他 來到之後 非常像富豪 一去到哪裡 每人給一些貼士 每張都是五百元 那個朋友說 嘩他真的很厲害 隔壁跟著他朋友 我們又認識的 後來他就說 你不要這樣看他 我告訴你 我還有錢過他 那些錢全部都是借回來的 那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人 能夠有這麼大把握 可以借到這麼多錢 又是這樣揮霍的 那你想想一下 究竟是 他幸福啊 因為你幸福啊 如果你是量入為出的 我又不夠有錢 我就很安穩地花錢 而他就不是 借回來洗洗洗洗洗 不是我的 最多就是什麼事 那情況之下 究竟誰會幸福一點 哪一個是 對還是不對呢 那我就會看到 美國說 沒錯 我就去打仗 你中國給錢我 日本又給錢我 打完那些錢是你的 沒有所謂 不夠我又再發多這些債 然後他們拿錢 我喜歡做什麼都行 那現在我覺得 美國就是在玩這個遊戲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看 這個所謂信用的遊戲 越滾越大 好了 突然 一刀刀穿了這個球的時候 那就像 一起都抱著 大家 都是很悲慘的一個下場 那就是球書的那個土豪的話 他突然說 銀行說要收水 那不可以了 那就走路了 教授說 收了那500元的 就是那些軍工企業 收了它之後 教授如果你借不到錢 不要緊 我有槍 我幫你打劫銀行 還有 我給了500元 你還非常好禮貌 多開心 世界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到 現在整個世界越來越 一個荒謬的 一個這樣的循環 越來越變成了 我們現在日常的一種生活方式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在看新聞的時候 說中美鬥爭沒有那麼劇烈的時候 美國一打了台灣牌 背後就是要我們中國買美債 你覺得現在這支歌仔 中美博弈中美鬥爭那麼劇烈的情況下 現在這支歌仔還唱不唱得響呢 其實在俄湖衝突裡面 大家看得清楚 持有美債 由以前的所謂的保值 到現在 對未來反而是不確定的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美國就說 我收回了 我不跟你玩了 美債我可以不玩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現在整個世界裡面 只有我們國家 是不需要跟美國一起跳舞的 不是你說 你先 由有信心持有 到後來 威迫你持有 到後來就 沒收你 我們國家其實已經跳出了這件事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看以前我們剛剛 改革開放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辛勞地 做一件事出來 然後 換你的美元 好美債好 都放在我家的 隔板裡面 希望以後你就會買一些東西給我 開頭都賣的 買了飛機 買了芯片 現在最近不肯賣給你 就是說 持有這些東西 都未必是 有用的 但是 美國懂得 敲詐你 當時我們的國力問題 什麼時候會逼你買呢 那時候我們國家都會被逼的 好像現在很多國家會 逼你買 什麼時候被逼呢 流落台灣問題出來說 你要不要我支持台獨 你要不要我對台灣 怎樣怎樣怎樣 好 那時候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的國力各方面的東西 我幫你買一下美債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美債持有 那麼高 那麼多 說難聽一點 叫買你爬 當時沒有辦法 到現在 你這招還有沒有用呢 我跟你說 一點用都沒有 你釋出善意都還可以 叫做 幫你手解決一點點問題 我還可以買你一點點 如果你打算靠這招來嚇我 對不起 沒有 如果我們看看這次 在八里道兩國元首 見面之後 說要來訪問 我們對不同的人 我們有不同的回應態度與方法 美國防長 奧斯汀 要求對話 聊天 聊天的時候想說什麼 我覺得那時候其實是想要脅你的 你很詐詐 靠軍事力量來要脅你買少少美債 那時候就說想跟你談一下 我們危險動作 空軍在空中 相遇的時候 危險動作 希望用這些東西 去來跟我們談 軍事外表 到後來也是說 買東西而已 但是 我們不跟你談 你如果想著拿這件事 來跟我談 對不起 我不跟你談 所以大家看到這次是 不跟你談 即是 我們的防長 也好 我們的軍事部 也不跟你談 你打算用這招 沒有用 但是你現在找爺論 講經貿 可以 講經貿 我和你談 但是是不是 完全 你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不是 你實質上 可以幫你 解決你的問題 但是 長遠一定不行 譬如 你現在美國的關稅 你始終都是未肯 去解決 不肯去撤銷這些關稅 你要我買你的東西 我怎麼賣 是不是 你的東西 我是想買的東西 你又不賣給我 我想買新片 行不行 你又不肯 大家也看到很多國家 剛才教授也分享過 很多國家現在開始 在自己的貨幣 作為本幣交易 即對美元的依賴越來越少 尤其是 我們國家的角力 開始上升 你還想拿台灣問題 來和我們要脅我們 來買這些東西 我跟你說真的沒有機會 亦都沒有可能 在國家的層面 如果我們看我們這個國家 由以前 心甘情願 亦都相信美債美元 我們 持有 到後來被恐嚇之下 持有 到現在 我不理 我們不持有美債 我們拋美債之後 我們拿回來的錢 我們做甚麼呢 我們是 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 我們去 非洲 大量的投入基建 這些東西 和美債的性質 很不同 美債你拿回來 真的是 放在你甲慢 亭天由命 你想拿去 買你需要的東西 他又不買給你 但我們是非洲 的投入 即是 換回來的 流動性高一點的 財富 去那裏 我們是幫我們中國製造 打開一個更大的市場 我們幫你甲基建 其實是在幫我們自己國家 對一個 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講 是對我們國家更好的 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選擇的背景之下 我們就純粹用財經角度來看 我們根本是沒有必要 資產的靈活性來講 或者可持續的發展來講 我們根本是沒有必要 持有太多的美債 反而應該 拋售多一點 出去 將靈活性提高 去一些對我們 往後的發展有幫助的 一些區域裏面 所以如果新年期間 你收到500元利是 除了家人之外 陌生人付500元利是 收一定要收 不過如果他問你借錢 那真的不要借 今集就講到這裏 下個星期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 讚好 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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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